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宽敬法师在最终抵达了由阿弥陀佛主持的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在这里他要经历了怎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呢?我们继续聊聊 宽敬法师随着观音菩萨参观极乐世界 他发现所有的大门、走廊、池畔、栏杆都是由七宝构成的 包括高山和大地闪闪发光 这七宝是什么呢?佛家是指人间最宝贵的七种宝物 不同佛经中记载的不同 包括金、银、玛瑙、车渠、琉璃等等 而最让宽敬法师吃惊的是 这所有的一切看似有形的东西 其实人都可以从其中通过畅通无阻 阿弥陀佛身后金碧辉煌的大殿看上去无比的宏伟 里面得有好几万人 还有很多的菩萨身体都是金色透明的 他还看到了大势至菩萨 这个时候观音菩萨说要带他去参观九品莲花 以及各品众生所处的环境 这九品是如何算的呢? 大范围是分成上品莲花、中品莲花以及下品莲花 而这枚品当中又分为上、中、下、三等 所以一共是九品 观音菩萨带着宽敬法师从下品下等开始参观 一直到了上品上等 宽敬法师发现在去下品下等的路上 随着下走他自己的身体再逐渐缩小 怎么会这样呢? 菩萨解释说各品众生因为境界不同 所以体型高度、大小都有差异 境界越高身体越高大 越低当然也就越小了 这叫配合境界 正说着呢 两个人就来到了下品莲花的所在地 也许大家听说过阿弥陀佛讲戴业往生 就是说修炼的没那么完美纯净的 还有一些业力存在的 不过呢 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 也被阿弥陀佛接到了极乐世界 而这下品莲花中的莲花池 就是戴业往生者所居住的地方 宽敬法师发现 这里地平如掌都是黄金铺成的 隐隐发光 而且是透明的 不多时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宽敞的广场 上面有很多大约十三四岁的女孩子 他们所有的人都长得一模一样 穿着打扮也是一样 一个个是身穿淡绿色桃红肚裙 腰际金带 头上呢 插着两个发际 插着紫花 非常漂亮 宽敬法师看到这景象很是疑惑 诶 佛经上不是说极乐世界无男女之分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呢 观音菩萨说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样子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宽敬法师自己也变成了那些女孩子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宽敬法师很诧异的问菩萨 菩萨解释说 这里是由一位菩萨主宰的 菩萨让大家所有人都变成男的 那么所有人就会变成男生的样子 要是变成女的则是全部为女的 其实呢 不论变男变女 在莲花化生中是没有血肉之躯的 身体都是白色水晶状 通体透明 就像是玻璃一样 但是呢 有一个人形 而实际上是并没有男女之分的 那么在这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每天六时有一时是讲经会 由一名大菩萨主持 而除此之外 白天莲花开 大家都可以出来玩耍 到晚上就回到莲花中去休息了 歇息的时候 在莲花中有的是自心念佛 有的呢 则是做着各种启梦 也就是由夜里反映出来的幻境 神奇的是 宽敬法师在这里还遇到了一位福建的同乡呢 法师走入了他的莲花 发现里面是一栋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 有着优美的花园 屋内古物珍宝价值连城 一切布置都是非常的雅致 就算是人间的皇宫宰相府 也不过如此啊 而这屋里男女老幼数十人 都是穿着人间的华丽衣服 进进出出非常热闹 好像是在办什么喜事似的 宽敬法师很好奇 哎 这极乐世界还有人间那样的生活吗 观音菩萨解释说 这个人临终时十分清静 待夜往生 但是累劫下来 习气妄想很多 红尘未了 这里的数十人 都是他生前的父母 妻儿亲友 每次呢 当他回到莲花中休息的时候 就会思念这些人和物 妄想一起 他们便会显现出来 但是呢 这一切就像是人世间 人做梦一样 其实醒来之后 什么都没有 宽敬法师感慨道 其实人间的生活 也何尝不是一场大梦呢 当灵魂离开了身躯 你在人间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带去 不再属于你 你就像是做了一场 幻花的梦一样 到头来 皆是一场空 现在这个世界这么纷繁复杂 不给自己保护好 怎么可以呢 无论是追网剧 还是购物 还是使用公用的WiFi Substack VPN 对于每天上网的朋友来说 就是好处多多 安全多多 当然我们还有优惠多多 给大家的福利是 点击下方连结 或输入优惠代码 未解之谜 就可以获得1.7折的优惠 如果您订购两年的方案 就可以加速免费三个月的计划 如果您觉得用起来不满意呢 那么30天之内还能退款 Substack VPN的详细资讯 就在我们视频下方的资讯栏里 现在就赶紧点击 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武装起来 安安心心的上网吧 不过这里的莲花 和我们人世间的莲花可不一样 大约得有一里到三里 见方那么大 三四层楼那么高 莲花都是发光的 这里的往生者 如果他们在莲花内 起着各种妄想 那么莲花的色泽 就会呈现暗淡无光 反之如果没有妄想 内心清静 那么莲花就会放射出 璀璨夺目的光辉 相应的这莲花池 也就会对应出现 或哭或容的情况 诶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观音菩萨说 个别莲花的枯萎 或者是失去生机 那是因为有的人 刚开始信佛的时候 是非常虔诚的 勇猛精进的念佛 于是拨下了佛种 种子在莲花池里生长茁壮 美丽盛开 可是这个人只是勤修了一个时期 心代谢了 信心动摇了 不但不念佛 甚至干起失恶的坏事 因此他那珠莲花 就渐渐枯萎了 在人世间 人们还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说念佛一句 就能消无量罪业 而其实这也是有条件的 观音菩萨说 有人不懂佛法 随事作恶 后来听闻真相 回心向善 痛改前非 这样念佛是可以消业的 但是有的人一边念佛 一边心如毒蝎 暗中作恶害人 这种人是属于实恶之徒 就不用妄想念佛 消业减罪了 谈到修行这个话题 宽敬法是不由的心生感叹 要知道 在极乐世界从下品下等 修炼到上品上等 可是需要历时十二节 而这个节呢 是佛家的一种表述时间的方法 还有大节 中节 小节之分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 对于我们来说 那都是相当相当漫长的时间 而人所存在的娑婆世界 虽然苦 但是如果下定决心 勤修苦练 或许只修一生 就能往生上品莲花 比如印光法师和红衣法师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修炼人真的是要珍惜 因为人生难得呀 咱们继续说这下品莲花中的景象 这里呢 还有一个高塔 叫做静观塔 它可以映出十方世界 比如说要看地球 那么放眼看去就只有一粒沙那么大 看太阳也是就是一粒沙那么大 但是如果想要看清地球上的景象 它就会随着思想放大 甚至连地球上的一间屋子里面的摆设是什么 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宽敬法师将这个静观塔称为是全宇宙天文台 嗯 这倒也挺贴切的 那么这下品莲花都已经这么神奇美好了 这中品莲花又是什么样呢 宽敬法师在观音菩萨的带领下 不断地向上冲冲冲 忽然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高大起来 哎 看来快到了 中品莲花池中的莲花 大得有七八百里 莲花的样子也是更加的庄严书胜 花纹非常优美 放出的彩色光芒互相辉映 真的是艳丽夺目 而且更让人觉得奇异的是 这池中的莲花花瓣都是很奇特的 分很多层 而且每层之内都有亭台 楼阁 宝塔等等 放出十几种色光 景致是美丽动人 真的感觉快美到极点了 而住在莲花上的人 身体是成金红色 是透明的 也会放光 他们的衣服装束都是一样的 年纪呢 约莫在二十岁左右 而这时 宽敬法师的身体 也变得和他们一样了 不过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还是菩萨的样子 丝毫没有变 突然虚空中响起了钟声 原来是菩萨讲经的时间到了 观音菩萨问道 今天是大势至菩萨 与长经浸菩萨 讲法华经 你要去听吗 这怎么能错过呢 宽敬法师很高兴的就去了 两位菩萨出现之后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香烟 缭绕升起 十分的清香 天上还奏起了悠扬 动听的天乐 无数美丽的飞鸟 跟着音乐一起 喝鸣飞舞 大家都是向菩萨行礼 接着听菩萨讲经 听着听着 宽敬法师的心中 生起了一个疑问 诶 这里所讲的妙法莲华经 怎么和人间那一本 妙法莲华经不一样呢 菩萨解释道 人间的妙法莲华经经文较浅 这里所讲的经文较为深奥 不过虽然深浅有别 但是意义是一样的 可以这样说 罗汉不懂菩萨的境界 菩萨不懂佛的境界 你听菩萨讲经 只发出一种音 上千百种语言 皆按听着自己的语言声音 收听得到 在中品终生中 有一处叫做 华藏世界展览馆 在这个展览馆当中 可以见到 佛 菩萨 各式各种的修行方法 可谓是包罗万千 华藏世界展览馆里边 有一层一层 每一层都展现 一佛成佛的整个过程 例如阿弥陀佛 他的前世是什么人 他的师父是谁 他曾修合法 发合愿 他更前一世是什么样 甚至未成佛之前的 百世千世的整个情形 一览无遗 你如果想看那一种境界 你可以去到另外一层 例如去看 观世音菩萨成道的过程 他每一生每世的生活情形 以及求道的经过 你想看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 普贤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等人 生生世世的修行过程 都可以在这个华藏世界展览馆 看得到 十方世界一切佛 一切菩萨的情形 也是如此 看完中品莲花 昆敬法师马上就要去前往上品莲花了 我们也一起去看看 宽敬法师脚踏莲花向上腾空 很快就来到了上品莲花的地方 而他的身体也恢复到了 之前初见阿弥陀佛时的大小 观音菩萨说 这往生到上品上等的众生 都是在人世间精进实修之人 他们根据自己所修的法门指示 落实加以实践 身体力行 勇猛精进 十年如一日 他们的妄想几乎都没有了 有的已经达到了菩萨的境界 可以自由变化 想变花就变花 想变宝塔就变宝塔 在这上品莲花池中 最小的莲花 也有三个马来西亚那么大 那么这上品莲花池 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宽敬法师描述说 上品莲花池周围 有一重一重的栏杆围着 发出各色光芒 莲花中洋溢着各种清香 池中有大宝塔 形如高山 塔成多角形 放出千万种光 池中有美丽的桥 池的面积大到看不见首尾 池里面不仅盛开着莲花 而且还有万象的风景布置 天空中有宝盖珠花 闪闪发光 这莲花有数不清的层数 而层层之内 皆有宝塔 亭台 楼阁 十分美丽动人 住在莲花上的人身体是呈黄金色透明的 衣服是非常华丽 发出了各种光色 而且宽敬法师在这里还遇见熟人了 就是之前提到的印光法师 他们两个人相谈甚欢 印光法师还嘱咐他说 我希望你回人间后传达给朱同修知道 要以戒为师 矜持戒律 奉劝那些修行人 一定不要自作聪明 把佛陀所定下的戒律 以及组织 擅自更改 大畅唯心航道 违反威夷 戒律 时令人痛心 而大家知道 宽敬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 破似旧盛行 所以说出现了不少穿着袈裟 破坏佛法的人 或许 印光法师是因此而作出了警告 印光法师还带着宽敬法师 去了一处高大的楼阁 楼阁是闪着金光 地板发出了各种色光 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各自发出光彩 楼上还有各种水晶镜 中间有一幅最大的照身镜 观世音菩萨介绍说 这镜可照出个人的原形 本性有无清静 有无妄想 一照便照出来 在上品莲花处 有一座阿弥陀佛大塔 莲花塔 莲花塔是很高大壮观的 一层层多的数不过来 莲花塔有多少颗角 也是分不清楚的 它的整体是呈透明状 放出万道金光 这个莲花塔专供上品终生的 千千万万往生者 到那里去游玩 这里的众生可以穿墙 自由出入 无阻碍 要上要下 只要想一想 一瞬间就可以抵达到 所要到的地方 塔里面可以说是 应有尽有了 观境法师等人 也进入了莲花塔 他们的身子就好像是 乘电梯似的 一层一层 越层而上 全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各层里 有很多人在念佛 全是30岁左右的男子 每一层各有不同的装束打扮 大约分了20多种颜色 他们中念佛念的好的 头顶会发光 而光中还有佛的形象 在上品莲花处 到了说法的时间 有千万亿的菩萨 蹲坐莲花上 楼阁上 宝塔上等等 直接聆听 阿弥陀佛说法的声音 在参观完九品莲花之后 阿弥陀佛就让宽敬法师回去 了结他下世度 累世父母亲友的这个心愿了 宽敬法师再三拜谢了阿弥陀佛 之后脚踩莲花 一路往下飞 很快就回到了中天罗汉楼阁 一位童子拿水给他喝 他只是觉得浑浑噩噩的 就入睡了 而醒来后的景象 令他大吃一惊 等宽敬法师醒来的时候 什么寺院楼阁 什么菩萨天人都没了 周围是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原来他正一个人 坐在弥勒洞的石头上呢 宽敬法师在洞内拜了两三天 想再次见到天界佛国的圣经 然而无论他是哭也好 跳也好 再也没有发生任何超常的展现了 于是宽敬法师只好一步步下山 游历天国的场景还在脑中历历在目 宽敬法师感觉也就是一昼夜的时间 可是下山之后 遇到行人询问一下才知道 已经是1974年4月8号了 仔细算算离开人间已经六年五个多月了 难怪说国音菩萨总是催促他 说时间不多催他快点走呢 好了宽敬法师游历西方极乐世界的故事 说到这就完结了 也许有人会说 怎么他的建文和其他的法师的建文有所不同呢 和经书的记载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大家还记得吗 宽敬法师说 九品莲花中的众生因为各自的境界不同 所看到的听到的事物也不一样 其实宽敬法师自己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 也只是在他的自身境界当中 神佛菩萨所让他了解的吧 换一个人或许这所见所闻就不一样了 唉 不知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未解之谜我是福瑶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